你好,這款手加你的鴨子 這邊,謝謝 廣子社和園區是在臺北市松南以外,大概在臺北市松南地區,我們最大以外是一塊地 那我知道最近臺北市政府要招藥,這整塊地本來是6.1公斤,但是現在好像要分割處理,就是社會園區公園的商業用地,事實上這個就有逃避環境的行為 那我覺得這種有關居民的這種當地居民的重大政策,不已在下任行,然後就好帥的招藥區 我會覺得這個,關於這個這塊地要怎麼用,當地居民好像還有意見 那我覺得有三個原則,大概應該是,既然是現任的市長在下任的前一頓地,還有一頓地的願意,我們不應當計的照標,所以應該簽訂照標 第二,應當要召開更多的共同會,特別是跟當地的居民,要有共識 第三點,政態還是要保護,因為這些樹木,你看看到這些樹木都還蠻優秀的 所以這種不需要在整個開發作業當中,這些樹木都,就好像那個大巨蛋那個樹木遭到那種破壞 所以大概三個原則,一,停止照標,等待新的市政府成立再重點 第二,應當和當地居民,關於這塊地圖的臺灣要共識,因為我們是不耐善的工作室 遇到政態還是要完成的保護,大概有三個訴求 那這個我想跟蔡理長的意見應該是相見,我告訴你,你有補充嗎 有補充嗎 有補充嗎 補充嗎,這蔡理長補充 謝謝柯醫師這麼重視 這蔡理長補充,畢竟廣直這個開發,在臺北市少有的這個六公頃多的地,這是很寶貴的啦 對臺北市政府來講,這邊又接近那個四壽山,空氣又這麼好 那檢印,那個信義,信義檢印線的話,又要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整個開發,就要看新的市長,他們用心,來建設這個我們複德地區 也攸關整個臺北市的這個福利跟建設 那也拜託柯醫師用心來規劃我們這個,沒有錯,他要整體開發 用心來開發,可不可以對後代子孫有一個交代 那綠地公園,那我們也認為是要適度的開發啦 不過最後要感謝公園處跟新公處最近也做了一些貢獻 是這個團隊有做的,我們也要肯定 那我們也謝謝柯醫師,這個叫整體開發 因為整體開發,他才不會上業去開發一段 後面的社會福利大樓工業,留著後面開發 這樣是不妥的啦,謝謝大家,謝謝 謝謝,那我們柏榮,可以來看 可以是怎麼跟那個柏榮一間 那貝先生我想這樣子,就是我們今天,我們 我要是來看整個這個,廣時的這個,武安園區好 那我們現在目前,招標的跨是後面這一段 大概只有1.6公里 對對對,那我稍後會圍繞這個整個園區,我們會繞一根 好,那他整個就有幾公里 好,那我們現在,我們現在中間有種 就是中蟲福德街,那麼這邊到大發路 那這邊到八十巷,那這邊到,呃,就是八十四巷 後面那個福德平台那邊,福德平台那邊 那我說,我們今天,我們會把這個這一圈造一圈 讓大家知道,就住目前的外的現狀 他現在是這樣子,我這麼懂 那公里住的要用百分之四百的容器 是,公里住的要用機關用地來,來,來,來 稀過一下,多少小時 我們再陸滑,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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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你們會不會比他們很快 對,開始 謝謝